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唐诗华 今年十岁了 马上开学要上六年级了 我毕业于法语小学 我平常喜欢的运动 夏天我喜欢游泳 打网球和骑马 在冬天我特别喜欢滑雪 除了运动我还很喜欢中国四艺 包括琴棋书画 现在我还弹的是钢琴 但是以后我计划想练一下古装 棋我学习的是围棋 现在达到了业语五级 书我很喜欢中国古诗词 和我爸爸妈妈想培养我 可以以后当一个知识分子 哇 太棒了 知识分子 厉害厉害 画画我喜欢画小卡通 但我现在正在练素描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画家 他说我必须得练素描才能画好 能画像 但是我还是最喜欢画卡通 因为可以玩人画的很可爱 我平常也喜欢在我的iPad上 就是在电脑上和iPad上画画 我喜欢把迪斯尼公主给画成 把衣服变了 把头型也给变了 好可爱 对 我小时候我很喜欢听故事和讲故事 因为睡觉时候爸爸都给我讲很多故事 然后我去年参加了 《千情中华讲故事》夏令营 得了个家创意奖 因为我妈妈想帮我记录一下 我讲的故事 帮我开创了自己的视频号 然后我现在主推的栏目 是《诗话新视角》和《诗话讲三国》 在《诗话讲三国》我给大家讲有意思的三国故事 和《诗话新视角》和《诗话新视角》 我给大家讲时事和加拿大小学生的校园故事 我很喜欢唱歌 所以我拜郑月秋老师学习唱歌 参加了《水利方碑》中文歌曲大赛 我非常开心得了冠军 谢谢 好 谢谢《诗话》 说得非常好 那我们下面有请 易千诚小朋友 帮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谢谢主持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ira 大姐叫我千诚 今年九岁 我喜欢唱歌 跳舞 主持节目 模特 武术和戏曲 7月我是第一次参加2021全球耍力方碑 多伦多赛区的少尔组比赛 演唱的是中国国粹金句 穆古英挂帅 孟 听德 经过几轮竞争激烈的预赛复赛和决赛 最后获得少尔组第二名 我非常开心 同时我也特别骄傲 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表演中国戏曲的选手 2018年 赢得IMA国际少尔青少年模特大赛的首席参谋 又连续主持了2020-2021IMA两届大赛 2018作为最小模特参加多伦多Star 2国际时装周秀 2019-2020分别参加了四大时装周秀的伦敦和纽约时装周秀 并发布在Fashion Magazine 24官方的TikTok 2021赢得水利方碑多伦多赛赛的亚军 很开心可以获得第二名 让我更开心的是 能有机会向海外的大家展示中国国粹金句的魅力 因此妈妈每天带我向师傅学习 除了金句我还学习句句 就比如三人访机和温修算命的 因为我喜欢 所以我会一直坚持学习的 真棒 厉害厉害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温子轩 子轩来谈谈什么样的自己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我叫温子轩 英文名字是Vinnie Wan 我很喜欢唱歌 我适合唱高音的歌 我很喜欢唱韩红的歌 今天水利方碑唱的歌曲就是韩红的天亮了 我2020和2021年的时候参加了很多比赛和表演 我去年2020参加 也参加了水利方碑 去年也参加了North York Music Festival 唱了The A Million Dreams和Into the Unknown 我也喜欢弹钢琴读书 科学还有研究我家里面的东西怎么用 弹钢琴学了 从六岁开始学弹钢琴 现在学到六节 在24年的六节 我也参加 我读书的时候 我很喜欢读 Timmy Failure和Diary of the Wimpy Kid的书 我科学 我喜欢读去太空的 就是在网上 有的人会写太空的书 在Library的也会借太空的书 科学的书 在弹钢琴 我弹了好很多很多曲 从 唱歌我是参加过North York Music Festival 参加过两次水利方碑 去年和今年都参加过水利方碑 在唱歌RCM的时候考 今年考了六级 RCM唱歌的课程 我从六岁就开始学唱歌了 现在还接着学 还要继续学下去 对不对 对 我知道你也喜欢游泳 是不是 夏天有没有出去游泳啊 我是上游泳课 上游泳课 太好了 你们真的很优秀啊 特别优秀 对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们爸妈的背景是什么 是什么样 谁先来 是画 好 我的爸爸是一个画家 他先 他 画的是油画 Portrait 就是画人像 我觉得画得很像 对 特别像真人的感觉 特别是我觉得手画的特别好 因为我怎么画手都像假人 像芭比芭 有点硬 对 我的妈妈是工作在一个 是做财务的 finance的工作 谢谢 下一个 我妈妈是搞计算机的 我爸爸是搞 汽车的那些东西 我特别喜欢我爸爸的东西 我也很想和他学 然后我妈妈我也和他有点搞计算机 我做很多编程 就比如说游戏那些 是来自于一个 工科家庭 对 工科背景的家庭 好 子萱 子萱爸爸妈妈 我妈妈也是搞计算机的 她是在一个 她是在一个 Property Management的公司 她做Accountant 我爸爸以前在中国学科学 她在一个公司里调颜色 她现在在加拿大 在一个意大利的 意大利做家具的公司 公司里 也在调颜色 真棒 调颜色都是一种科学 没错 原来调颜色都是一本科学 我是第一次听到 有个小意见 就说我们在加拿大 我们是不等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接受访问的时候 你要主动的去回答问题 要主动的抢时间 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采访总理的时候 几十个记者在同场 你不抢先 你永远拿不到 发文的时间 所以我就说 when you have something want to say catch your time do it 好 今天有一个特别环节 就是说 我们 我跟Rebecca 问了你们一些 基本问题 就让你们来问一下 你们之间的问题 那么又私话 问问子圈 好不好 就开始 可以 好 请问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唱歌呢 我很喜欢唱歌 就是因为就是 我唱歌的时候 就觉得 就觉得什么东西 啥都是 都是像音乐一样的 and then and then就是 唱歌 然后说 就把我就是 calm down 就很relax 那么 子圈 问 Amiro 了 你妈妈是 你妈妈是 做什么样的 计算机 个电脑的计算机 比如说 数学的 接近那些东西 嗯 OK 那么 没有人问 问此 私话了 好 这话 你平常 讲什么故事 在那个 三国 什么东西的 哦 在三国演义 我就讲 嗯 我现在 讲了 好多集了 我讲到了 我记得是 董卓 嗯 马上 要有 十八路诸侯 讨伐 董卓了 嗯 能接触到 尤其是在加拿大 接触到的不一样 但是 私话可能了解的 就会多一点 对不对 嗯 希望你的视频号 现在有多少粉丝了 四千 我记得 我妈妈 但是我妈妈 现在在工作 所以我看不到 她的手机上 有多少 上次 她说好像是四千 我们都关注一下啊 关注一下 我们私话的 这个视频号 谢谢老师 嗯 我刚才听你们 听你们介绍 就是说 你们挺忙的 对不对 你们要 要上学 要 练琴 要练唱歌 还有 现在做YouTube吧 好 那么 就由 Ambira先来了 我想知道 到底你一天的时间 怎么分配 比如说 早上几点 几点起来 晚上几点睡 中间 的时间安排怎么样 一个typical day Ambira 对 平常早上那个 接近七点起来 然后就去上武术课 在中间有很多戏曲 还是 舞蹈那些课 然后呢 晚上睡觉 也其实没 like 就接近九点睡觉吧 嗯 所以 Can you go into more details 你说早上 上武术课 上完武术课 上什么课 其实 每天早上上武术课 但是 别的课 就比如计算机 跳舞 唱歌 戏曲 那些 他们都是不同的 有时候 我会去计算机的课 上完武术课 然后呢 还有有时候 就会上舞蹈课 还是戏曲 那些东西 那么 那么你爸 你爸妈就当司机了 对 对的 OK 我觉得这个家长 肯定比孩子还忙 还要帮你们安排 OK A top question 到底你上那么多课 是你喜欢 还是你爸妈喜欢的 我爸妈也喜欢 但是我也特别喜欢 OK Let me rephrase it 你爸妈喜欢你 去学唱歌 武术 编程 是吗 然后你自己也喜欢 这几种课程 对 So it's win-win 对 OK How about 司华 我上的课也是 我爸爸妈妈也 很支持 我上的 和我自己也很喜欢上 那你怎么manage 自己的时间呢 这么忙 又要学习 相信你学习也是 很好的 嗯 谢谢 嗯 现在是暑假了 所以我起的会晚一点 我可以多睡一会儿 和早晨 我会 有时候先出去待一会儿 因为我眼睛有点近视 我现在戴的是 隐形眼镜 所以 嗯 爸爸说 要我经常那 盯着电脑 上网课 我眼睛回来 就更近视了 所以我 mostly 我是初期 我在玩了 然后我在下围棋 现在有很多比赛 好像今天晚上就有比赛吧 对 那么 子芊呢 呃 我现在暑假 就是 比 比上学的时候 晚一点起来 我就上学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七点 要是 是不要去找学校了 这就八八八点八点多起来 剩下的这 我就是八点半到九点钟起来 我早上就是跟妹妹争谁先弹钢琴 呃 有的时候是我先弹钢琴 有的时候是妹妹先弹钢琴 有的天我有钢琴课 呃 我有的天我有钢琴课 这钢琴课都是晚上或者是早上 上呃 那是也上上唱歌课的时候 我都是就是吃早饭前或者是吃早饭后 因为吃吃午饭后或者是吃午饭前上唱歌课 呃 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先起来弹钢琴 弹钢琴后我就我就就是去 我有的时候就是会上电脑 也就是弄一些东西 就是弄一些东西 有的时候就是会那根 就有的时候就是会去做别的东西 我也有的时候是会跟妈跟妹妹玩 跟妹妹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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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喜欢这个 嗯 嗯 嗯 我喜欢这个字玩 因为那么你们这么忙 有时间跟你们的朋友玩在一起吗 没有时间 我现在养个裤子然后呢 还有每天晚上有时候有时间 我就会出去和我朋友玩 ok yeah so you still need some social networking right so what about 吃花跟子炫 嗯 我只能在weekend 就是周末我跟朋友玩 但是我们一玩就是去远的地方玩 像去tree top tracking 就是在树上玩 zip line和东西的 嗯 或者我们去过downtown 回来和我那个妈妈约我的朋友去 去go kart racing 就是玩那个卡丁车去 我也喜欢 我也像唐氏化一样 就是要是跟朋友玩 但是有的有的时候会去很远的 就是上次我要跟朋友玩了 就是98月8月8月1号或者2号 我们去了marine land 在那个 我帮我 在哪个放那 嗯 那那晚上回来都9点多 我现在就是好好好 长时间没有跟朋友玩了 因为妈妈都在我 这样让我在家里 我只可以跟妹妹一起玩 嗯 因为疫情关系嘛 所以 对 今年那个水泥方碑是在网络比赛 ok 所以你们在这次在网络比赛上面 准备功夫跟演出的时候 有没有出了launch 我觉得有没有困难呢 不等谁先来 我记得这次是现场比赛吧 就我们都在台上 然后评委是在线上 哦 你说的那次是在 呃 解说中话那一次 对不对 是一个在多很多赛区的那个 ok 但是在 比如在国内评比的时候 就是网络上面做的那 那你们你们执着 就是说多伦多赛区的 上个都是吗 我们执着多伦多赛区 我们不会我们 我们这少儿子不会去全球比赛 ok ok so you all enjoy stage performance 你们喜欢舞台表演 是吗 对 你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这次在 或者说自己受到很多的 这个各方面的 觉得对自己有益 实话 嗯 我觉得这次比赛很有意义 because 因为我学习了 我如果努力做一件事 我一定可以把它做好 嗯 非常好 你是几岁跟正月秋老师 学声乐的 就从今年学习的 今年刚学 对 嗯 真棒真棒 今年刚学就能有这样的成绩 所以说要相信自己 这个东西 还是你想做什么事情 只要你努力 还是可以成功的 对吗 嗯 千诚 千诚刚刚也举手了 嗯 对 我记得在青年组那天 他们表演的时候 他们开始有很多人表演 就有我 我表演武术在那天 啊 真的是印象深刻 你会武术戏曲 还做模特大赛 是不是 还做主持人 你是特别多的兴趣爱好啊 谢谢的 将来有什么对自己的规划 有什么 就是说对自己的vision 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feach那儿 我想进去小梅花讲 那小梅花的 真棒 然后呢 要保持身材 然后那个 做一个模特 嗯 可以是业余的是吧 对 对 可能 嗯 真棒 然后子萱 子萱说一说 有没有在比赛当中 印象深刻的地方 就是我我以前就是去年才开始参加比赛啊啥都是在网上就是网上的这你唱一下歌就不会像在台台上那么紧张因为台上有好多人在看你但是在网上你就录一下只有一个人录的人看你嗯就不知道别人会看你还是啥所以说这个也是现场大赛� 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我们时间长了就多锻炼锻炼啊就会增加自己的自信然后会manage这个全场那明年还会参加吗 明年还会参加继续参加哈继续努力好的你们现在很小但是也问一个一个问题你们志愿将来想做什么 OK 一举手就讲不懂 OK 好 我以后想当时装设计师因为我可以做我自己的衣服不用在店里挑因为挑完他他肯定没有自己自己想做的那样好看 好 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真棒 我以后想我以后想我以后就是我很我现在很喜欢科学我最喜欢科学方面最喜欢就是去就是space太空我以后就是想去太空里就是在在在太空里float around在那个spaceship里在那儿 做一个宇航员对宇航员真棒哇 其实想做很多东西就比如老师因为我现在有很多老师还有我想做关于数学的那些东西呗 嗯对科学数学感兴趣 OK 先展示范 你知道我是记者晚身 我采访过很多很多的那个时尚时装修 多很多的时尚旋 啊有一天我采访一个本地的一个老外的时尚设计师很有名 啊我的搭档也是一是个男模特但是他也想做时装设计 他就问了那个时装很有名的老外设计师说 有可能够成为有名的时装设计师 他那个老外就回答说 你可以先做时装设计师的报导记者 OK 因为你通过去采访不同的时装秀 跟不同的时装设计师交了的话 你可以增加你的知名度 另外你可以了解不同时装设计的风格 跟时装行业 所以这个是可以令你更快成长的一个途径 既然你是一个YouTuber 你在Google一下 多很多有大大小小的 差不多每一周都有时装秀 你就开一个fashion channel 那么你肯定里会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加进你的channel 谢谢老师 OK That's my suggestion And for 之前的时候 你知道有一个Ontario Science Center 你知道吗 过好多次 那是好多次 对 有一次我去采访的时候 有碰到一个小记者 大概12岁左右吧 他也去采访 拿着麦克风 拿着camera 答应他妈妈陪着他 你通过那个 可以比如说你跟Ontario Science Center 了解更多他们的运作 也许可以增强你对Science的那个knowledge 或者兴趣 All right That's the suggestion All right 不一定要做 就是说只是我的感觉 好 For a mirror You have so many interests I have no clue how to help you All right So 但是 其实这一次访问 有一个要点 就是说 你们以后会可能碰到 很多很多的不服媒体采访 All right You have many media interviews in the future 你如何学会 communication 就是说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拿到 to tell your story say your points OK 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那个训练 因为 你唱歌跳舞舞书 我要特别去看你 才知道你多么优秀 但是我跟你讲话 一分钟 You can be very great impression 那你就拿到 拿到attraction 对吗 在往后的人生路路上面 你需要 很多很多的老师去帮你 OK 但是你要 让那些老师 他们喜欢你 他们才会帮你 Is that right 对不起 我又在教书了 又在教科了 谢谢 好的经验分享 相信孩子们也是受益 悲浅 那有没有特别要感谢的人 你们今天能走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有没有特别要感谢的人 想说一些感谢的话 好 我特别要感谢 郑年秋老师辅导了我很多 我 和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的陪伴和鼓励 真棒 好 next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老师 给我那么多付出 然后呢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 是的 我想感谢我的妈妈 就是 主持 就是 就是 教我 就把这个 唱歌学好 然后 教我 参加比赛 或者是表演 我也想 我也想 表演 我也想 我也想想我爸爸 他 他 他说 他很喜欢我唱唱歌 每次我唱歌 他都会仔细的听 我也想 就是我老师也很好 他 他从六岁就给我教唱歌 他也教的很好 嗯 主要是都是自己的 老师和家长的陪伴啊 你们三个的名字 都特别的有中国特色 诗画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不仅诗情画意 而且情奇书画 样样精通 那 千诚呢 也是 千诚呢 非常非常的 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名字 还有 这个子萱啊 你们都是这种 来自有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 底蕴的家庭 那希望你们呢 能够就是说好中国话 唱好中文歌 因为我们是中华儿女 那 讲好中国故事 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讲好 但是我们自己尽力 诗画要讲好中国故事 好吗 嗯 好 你看我们的主持 Webacca 非常喜欢你们 OK 我觉得 我自己也有小孩 我希望我将来 就是说 能像这三个 优秀的孩子一样 我把我的孩子 也培养出 你们也给我上了一课 你们的父母 非常的优秀 嗯 OK 其实 我觉得 可能你们父母 最大的希望 是看着你们成长 All right So what you do is you do your best Right Pursue your dreams All right And be someone unique That's my advice OK 那么谢谢 你们接受访问 我们下来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老师 再见 Bye Bye 谢谢老师 再见 Bye 辛苦了 Oh 梨花开 花开窗带你 梨花落春意 此生之为一人去 到他君王 清夜迟 清夜迟 天生离之 那自清 天生离之 那自清 长寒一句见不明 长寒一句见不明 不思 天生离之 梨花开窗带你 梨花落春意 此生之为一人去 到他君王 清夜迟 清夜迟 天生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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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之 天生离之 天生日 彩 Jet 举千目无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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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